2018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 12月4日至5日在福建厦门召开 两岸知名企业家、工商团体负责人等1000多人与会 作为台商代表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 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演讲 他聚焦台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同时面向未来 寻觅两岸互利共赢的新商机 为进一步了解资讯通信产业的前沿动态 郭台铭在开幕式当天 还特地前往专题论坛 聆听两岸业界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对5G的发展尤为关注 5G跟这个应用 两岸都是有 对两岸都是应该讲互利共赢的一个 所以你刚刚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来合作 今天就已经在谈怎么合作了 首先制定标准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华为也好 中移动也好 他们定的标准 其实等于是世界的标准 大家尽量来用两岸的共同的标准 用到这种标准 变成台湾的标准 郭台铭期待 两岸业界未来在5G应用上 能够采用一个标准 携手合作 互利共赢 通过5G的应用 促进两岸物联网 半导体和硬件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在海峡两岸都有设厂的工厂 像我们的数据都可以互通 我们希望能够再用在一个标准上 工业互联网 一个标准互通 很多东西就能够禁止 Flux 中庭 就能够落 我们兑同